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情绪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经济数据 政治事件 甚至是社交媒体上的一条推文 想象一下 当某位名人在推特上发表对某家公司的看法时 该公司的股价可能会像坐上了过山车 瞬间上涨或下跌 这就像是华尔街的情绪指数 时刻在变化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如何利用这种情绪来获利 首先 投资者需要学会辨识市场的过度反应 当市场因为某个负面消息而恐慌性抛售时 往往会出现买入恐惧 卖出贪婪的机会 这就像是当你看到一群人因为一只小狗在公园里跑来跑去 而惊慌失措时 你却可以冷静地走过去捡起掉落的金币 举个例子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许多投资者因为恐惧而抛售股票 导致市场大幅下跌 然而 对于那些能够保持冷静 并且看清楚基本面的人来说 这正是进场的好时机 当然 这需要一点勇气和耐心 因为在恐慌中保持理智 就像是在一场派对上 看到大家都在疯狂跳舞 而你却选择坐在角落里喝水 此外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叫做羊群效应 这是指投资者往往会跟随大多数人的行为 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分析做出决策 这就像是当你在餐厅里看到大家都点了一道菜 你也忍不住跟着点了 结果 这道菜可能根本不好吃 但因为大家都在点 你也不想显得特别 这种情况在股市中也屡见不显 当某只股票受到追捧时 投资者往往会不假思索的跟进 导致股价飙升 最后 我想提醒大家 虽然市场情绪可以成为获利的工具 但它也充满了风险 投资者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并且不断学习和调整自己的策略 毕竟 华尔街的智慧 不仅仅在于如何利用情绪 更在于如何在情绪中保持冷静 总之 市场情绪就像是一场华尔街的舞会 只有那些能够在音乐变化中找到节奏的人 才能在这场舞会中获得成功 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投资中 善用这些智慧 并且记得 无论市场如何波动 保持幽默感永远是最重要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投资者的抉择 在波动中寻找稳定的策略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谈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投资者的抉择 在波动中寻找稳定的策略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高深的金融课题 但其实它就像是在一场杂技表演中 投资者需要在高空的绳索上找到平衡 避免摔下来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波动性 波动性就像是股市的情绪波动 有时候它像一位情绪化的艺术家 今天画的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明天却可能变成一幅抽象派的作品 这种不确定性让许多投资者感到焦虑 甚至有些人会在夜里树羊 想着自己的投资组合 那么 如何在这样的波动中寻找稳定的策略呢 首先 我们可以考虑资产配置 这就像是做一个美味的沙拉 里面需要有各种不同的食材 这样才能保证口感的丰富和均衡 将资金分散到股票 债券 房地产等不同的资产类别 可以有效降低风险 让你的投资组合不至于因为某一类资产的剧烈波动 而受到重创 接下来 我们要谈谈长期投资 这就像是种树 树苗需要时间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在投资的世界里 短期的波动往往是无法避免的 但如果你能够耐心等待 长期持有优质的资产 最终你会发现 这棵树会结出丰收的果实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关于一位名叫巴菲特的投资者 他曾经说过 当别人贪婪时 你要恐惧 当别人恐惧时 你要贪婪 这就像是在一场派对上 当大家都在疯狂跳舞时 你却静静地坐在一旁 等着最佳的时机出手 这种逆向思维的策略 让他在市场波动中找到了稳定的收益 最后 我想提醒大家 投资就像是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短跑 保持冷静 制定合理的策略 并且不断学习和调整 才能在波动的市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稳定之道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记住这些策略 并在未来的投资旅程中 像一位优雅的杂技演员一样 稳稳地走在那条高空的绳索上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华尔街的传奇 如何从小型谷中发掘潜力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华尔街的传奇 如何从小型谷中发掘潜力 在这个话题中 我们不仅要探讨小型谷的魅力 还要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让大家在学习的同时也能轻松一下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 什么是小型谷 一般来说 小型谷是指市值在3亿到20亿美元之间的公司股票 这些公司通常不如大型企业纳摩之名 但他们却拥有巨大的成长潜力 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 若能得到适当的阳光和水分 最终也能长成参天大树 在华尔街 有一位传奇的投资者彼得 林奇 Peter Lynch 他曾经管理着复达麦哲伦基金 并以其对小型谷的敏锐洞察力而闻名 林奇的投资哲学是投资你所知道的 这意味着他会关注那些他熟悉的行业和公司 这就像是你在餐厅点菜时 总是选择你最爱的那道菜 而不是随便尝试一个你从未听过的外国菜 有趣的是 林奇曾经在一次投资会议上分享过一个故事 他提到自己在一次家庭聚会上 听到他的姨妈提到了一家小型的冰淇淋公司 这家公司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但在华尔街却先有人知 林奇灵机一动决定深入研究这家公司 结果发现他的增长潜力巨大 最终 他的投资为他带来了可观的回报 这告诉我们 有时候灵感就来自于最想不到的地方 甚至是家庭聚会上的冰淇淋 那么如何从小型股中发掘潜力呢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基本面分析 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 行业前景和竞争优势 这就像是你在选择伴侣时 会考虑对方的性格 兴趣和未来规划 而不仅仅是外表 其次投资者应该保持耐心 小型股的波动性通常较大 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剧烈的价格变化 但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并相信自己的研究 那么长期来看 这些小型股可能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最后别忘了保持幽默感 投资市场就像一场大型的真人秀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令人捧腹的情节 比如有一位投资者在一次股市崩盘中 因为过度紧张而把自己的股票卖掉 结果第二天股价反弹 他不禁感慨 我真是个天才能在最低点卖出 这告诉我们投资不仅仅是数字和图表 还需要一颗平常心和幽默感 总结来说 小型股的投资潜力无穷 但需要我们用心去挖掘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小型股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投资旅程中 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冰淇淋公司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很高兴与大家分享 关于华尔街智慧 投资策略 以及小型股潜力的话题 在这堂课程中 我们一起探讨了 市场情绪如何影响投资决策 如何在波动中寻找稳定 以及小型股的魅力与潜力 总结来说 市场情绪就像是一场华尔街的舞会 投资者需要在这个不稳定的舞池中找到节奏 才能在波动中获利 通过资产配置 长期投资 以及逆向思维 我们可以在市场的起伏中 寻找稳定的策略 此外 小型股则像是一颗颗充满潜力的种子 只要给它们适当的关注和耐心 它们就能长成参天大树 深入分析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情绪因素在投资决策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当市场情绪过度反应时 我们就有了获利的机会 而这需要我们保持冷静 像是那位在派对上静静喝水的智者 等待最佳的时机出手 而对于小型股的投资 灵感往往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 正如彼得 林奇 在家庭聚会上得到的启发 所以 保持开放的心态 随时准备捕捉那些灵光乍现的时刻 最后 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与观点 你对市场情绪的看法是什么 你有没有在小型股中发掘过潜力的精密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投资旅程中 让我们一起保持幽默感 互相学习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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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